大家好我是鐵翻好久不見啊 各位來吧我們今天來看一款類LD 不過這款類LD就不再是之前的那種完完全全照抄的感覺了 搞得好像業配一樣 沒有就只是發現哎呀差不多時間也到了 就差不多會出現一些類似LD 但是它的玩法是不一樣的遊戲出現的 這個時候就會是LD真正的對手了 好一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款叫什麼 童龍塔防戰我是打QoTD 合作TD我這樣念有沒有對啊 沒錯我就打一個標題你要搜尋的話可以自己搜尋一下 那我們就來吧 每一回合有人類突襲 只要因為人類進到魔王城裡 使生命值下降一定要阻止他們 所以說這是PVP的部分是不是 人類殺過來等一下我們是怪物就對了 記得召喚召喚 我有點格子會召喚 這有一點元素TD的感覺 至少他有這種路徑的概念 那我應該選這裡才對啊 那我應該選這裡才對啊 第一回合 然後錢跟神話神 沒錯啦畢竟還是ZPD 這可以移動嗎 可以進行合成 按著合成 然後他會合他的位置 我看不到 可能應該還沒介紹 然後我有十條命 可以使用魔石強化魔物 沒有耶 這不是 這真的是合作耶 我也是PVP 對他都叫合作塔防了 一般 喔這個是強化 可是他強化只加40而已 他不是 哇有一隻進去了 生命值減少獲得10金幣 好咧 我可以移動嗎 不行 不行 他的攻擊力就這樣 魔石不夠嗎 試著挖掘魔石吧 挖掘魔石 哈哈哈哈 還有這個 他這個這個 這個是那個什麼遊戲啊 本來就放吃掛機的那種類型的遊戲 也放在裡面就對了 所以這個是魔石 欸沒有耶 這個是幸運幣耶 每秒 所以五秒鐘 可以獲得一個幸運幣 然後是 如果抓住魔王城的通緝犯 可以獲得懸賞金 好 好 懸賞金 喔 懸獸獵的概念啦 只不過我自己召喚的怪物 要自己把它打死 然後你召喚的越多他越痛 這個三千七 然後有十塊錢 這個有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一億一千萬 只有六十塊錢 他怎麼像 好像都是十塊錢划算 但是沒有啦 一定是後面 可是後面的傷害 感覺他應該是通膨都會很厲害才對 然後呢 這裡有任務 收集石頭 收集石頭 三位一體 OK好 就是反正就叫出來就過了 所以我現在可以再召喚喔 欸可以耶 我剛剛完全都忘記召喚了 好 然後是三千滴 首領來了 比其他人類更加強悍 運用學習的技巧來擊退首領吧 人類叫首領不是應該叫勇者還對嗎 所以說我們再強化一波 這打得掉嗎 超級不夠力的耶 而且為什麼都是十系列的 所以我可以合成 該召喚更厲害的魔物了 就是魔神 合成兩個傳說魔物來召喚魔神 神話就對了 這個造型有帥 攻擊力出現了 四千多 三百多 基礎只有八十 所以很明顯也是要給他升級上去 那這個兌換這個超越 又是什麼意思 選擇遇超越的魔神 還可以再進化 真的假的 還是說他是換一隻 選擇逆撐 等一下 好這個大頭下雨仇老樣子 辛苦了 可以根據設定進度領取回合獎勵 喵 所以他全部都是合作就對了 完完全全 那我這裡 可以抽取票券的 按這裡可以進行抽取 抽取 因為就好要抽取到好的道具 試著點擊任何一個地方 抽取 這個應該就是文物的概念吧 猛攻斧頭文物是古代魔王曾經過的東西 一起去確認吧 專屬效果進行到更多後面 文物可是必需品 猛攻斧頭 所有兵種 那升一級的話呢 看不到升級的數據喔 所有教學完成 還有興趣嗎 喵 他這句話好可怕 其實還有很多遊戲 他遊戲內容 但全部講完就不好玩了 希望你們享受這個遊戲 好好守護魔王城 那我們下次再見 完成教學結束了 那他有送什麼 他已經在更新了耶 真的假的 30點體力 體力都長這個樣子 體力都要長一個閃電一樣 其實有點不懂 這個跟體力有什麼關係啊 雖然說這也是一個共識 然後這個是遊戲公告 這個公告也太像 這應該不是11%吧 正在製作全新的模式下一期公開 你們不要連更新都一模一樣好嗎 你們應該先想好了才對吧 首購紅利 他首購是81塊 劍影 攻擊時7%機率發生赤紅劍器 對通道上的所有敵人造成3%生命上限的額外傷害 啊不就是藍絲 可是不太一樣 7%機率3%增傷 我這裡可以看嗎 可以耶 等一下來看一下 這個是商店嘛對不對 7個抽取券就是鑰匙4900塊 感覺還不錯耶 而且我這邊看廣告也可以抽 啊抽是包含這個喔 喔喔喔喔喔 它是包含角色的抽喔 所以我這裡有15張 然後我抽到鑽石500 花了 欸抽到靈魂收割者 然後把它抽一抽 把它抽一抽 等一下再來看 抽到 這個是魔神 就是神話石的概念吧 來Bingo一下 魔神100 欸 票券3 喔喔喔喔喔大寶箱 隨機抄魔神可獲得 所以我抽完 喔喔喔它是用這種方式帶抽的喔 喔喔喔 所以那個隨機抄魔神就一個 所以機率是2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7 7 49 49分之1就可以抽到 真的假的 這麼佛 也不知道這個好不好急啊 好這邊就有點衰 偏衰都沒有 那我們這邊有什麼東西咧 稍微看後面 欸它的顏色都一樣 寶箱槍之中 額外獲得10%的硬幣 攻擊速度減少 它也可以移動 可愛鼠的虛脫減少 蛤 欸 這是給個別角色的文物欸 就是專武就對了 該不會隔壁遊戲也會出現 專武文物吧 魚自身跟對方廠商行的一個攻速10%的加10的地板 史萊姆減10 挖掘速度加10 費用減10 生命值減少時獲得額外20金幣 合成冰種時5%機率直接躍升 唉唷這個還不錯 然後完成任務10加10金幣 5%機率召喚稀有冰種 20%爆傷 唉唷他就沒有錢了 他把那個金庫拿掉了 對冰種的額外傷害 所有冰種加速3% 所有魔物基礎投射射程加0.5 不含冰凍騎士跟史萊姆 好 來看一下先看基礎的好了 喔他基礎好多喔 對啊 這應該就完全不一樣 攻擊距離最近的敵人 投擲相當於造成0.3的範圍傷害 他是範圍不一樣 同時最近的敵人0.3 這兩個石頭 幼苗石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你跟我說 欸 真的欸 連傷害都沒差 為什麼要這樣 骷髏靈魂 骷髏對攻擊中的敵人 持續攻擊 知道什麼 就是鎖定就對了 雖然攻擊力減弱 但攻擊速度極快 就是有點風閃 等一下 這一顆是小小鼓 就是一樣的 真的是一樣 然後這個是小不顛半獸人 戰士 戰士半獸人 使出強隱的攻擊 攻擊範圍內 隨機的敵人 然後也是隨機的敵人 小不點咒術師 小不點戰士 然後是龍彈 首先攻擊首領跟通緝翻造成額外傷害 有點像是Renonize的鐵骰 然後攻擊最近的敵人 不就一樣 這也是範圍嘛對不對 這個也是直到死亡 然後攻速變快 前面做得挺隨意的 挺隨便的 然後這個是半獸人 攻擊隨機的敵人 然後這個是攻擊首領傷害增加 沒錯 不過綠色跟藍色差一倍 不過升級的話好像 他升級是額外傷害首領 這個是110 差1.5倍 那綠 這也太隨便了吧 等一下 他的這個 我已經沒有想點的意思了 這個應該都一模一樣吧 我們等一下直接看神話就好了 稍微先過過水 然後這個是半獸人 我直接點這個 偉大的半獸人 咒術師 然後是額外傷害1000 喔 果然是要升級 欸 連紫色都一樣欸 這個 好 3500 OK好看完 來我們繼續 看神話 喔 現在神話 喔 還蠻多的 我想說只有這幾顆 我已經有那麼多顆了 大自然守護者 超越 什麼意思 這個超越不懂欸 所以我還可以再花50金幣再進化 真的假的 欸 真的欸 他就只是給你變魔神 然後魔神只是多一招 每5秒 到隨機位置 召喚持續3秒的石頭 可以阻擋敵人移動 可是我們超越之後才是真魔神嘛 每一個金幣使攻擊力提升 金幣富翁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嗎 你跟我說 然後他進化之後呢 可以變成 貓咪大師攻擊時7% 使用心靈揮劍 對射程內的敵人造成攻擊力500%的傷害 直接打6萬滴 那再來呢 破壞者也是一樣 不過他的第三招就不一樣了 攻擊時呢 以25%的機率使 目標持續暈眩2秒鐘 喔 25%欸 2秒 他攻速是沒有寫 他沒有寫攻速 那合成的話叫 神掌超人 這個造型是一樣的 每當12次攻擊時呢 引起大地震 對所有敵人造成200%的傷害 並持續2.5秒的陰炫 那感覺我全部出這支應該就好啦 而且他的這個東西可以繼承上去吧 不然的話 我超越只有一招技能 感覺有點虧 有點虧耶 召喚時呢 60秒 寶箱怪就是他 我以為是某個怪物 60秒開啟箱子 箱子呢 將隨機召喚魔神 並發放 喔就是給你隨機 但是又再給你賺到 不包含寶箱怪就對了 不包含超魔神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現在神話嘛 未來應該會有一個東西叫超神話 好然後呢 是一樣的 驚訝 使攻擊貫穿敵人 貫穿通道上 他的百味的問題 然後進化的話 古代青龍 他有什麼概念嗎 好像沒有意義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罐 沒有穿關聯 對於兵種賦予的攻擊力 提升100%的效果 唉唷輔助的 然後叫瘋魔 一樣 然後是攻擊相同敵人 所以我合成的話 該不會是往上合成 就他都是同一階合成 不會合成是隨機的 應該是這樣 不然這個意義我有點看不懂 這個是瘋魔 對相同敵人時 攻擊力增加15% 越打越痛 然後呢 是太空士兵 每當擊殺50名敵人時提升階級 提升階級後呢 暴擊每增加100% 攻擊速度增加5% 爆傷100% 喔 喔 爆傷 另外一隻是 烏毒烏屍 他的能力是 對場上所有兵種附加的攻擊速度 喔 月亮 可是攻速應該不會再突破了才對 然後 拉德拉克薩 就是我們的半獸人戰士 能力是5%機率缺毀敵人 直接擊死 他的能 半獸人變成可愛鼠 等一下 可是他就有三招 所以感覺應該是不會幾次 一旦聽見了回合開始的浩角 響起 持續5秒鐘轉會為覺醒狀態 然後是 雖然攻擊速度增加4倍 但覺醒解鎖5秒內不能任何攻擊 感覺有點像隔壁的太空火箭啾 然後可愛鼠使用超大型特製攻擊敵人 然後幫被炸彈命中時 將會對爆炸並對一範圍內造成傷害 1範圍內 還是說全場 有點看不深懂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巫師 然後技能是 對一個範圍內的冰種賦予暴擊率 喔有了 他不知道可以被疊架 如果可以疊架就很強 光之庇佑 冰凍騎士 他的能力是 持續冰凍周遭地板式 敵人速度減速50% 攻擊時2% 機率暈眩2% 還2% 可是他進化還是要30顆石頭 他該不會一樣吧 我拿到魔神一樣就是30顆魔石這樣子 然後是 每當30攻擊時 額外造成300%的額外傷害 攻擊敵人 喔這個龍彈 然後打王又會更痛 OK然後基礎能力是 劍影剛剛那個手除的 以7%機率造成傷害 然後傷害是3%生命上限 就應該算是必備 後期必備 暴走哥布丁 這也差太多了吧 劍影這麼帥 暴走哥布丁這麼醜 死出暴擊時獲得 醜歸醜蛋好像挺香的 那下面的話全都是 這隻沒有看過的 最新型直升機 還是我剛是 我剛真的跳過這隻 魚自身常上時 只因可存在一隻 雖然可以自由移動任意位置 就不用管格子就對了 但一旦移動時機能下降且 攻擊速度減少10% 是移動之後還是移動時 如果移動之後 那感覺有一點痛耶 然後貓咪大師好這些都看過 OK 這是他目前的神話 所以他真正最強的叫做超魔神 魔神只是基礎而已 好那這邊的話呢 是新手限定禮包 首購紅利 然後是抽取要4900塊 這邊是買完 那哥布林契約是什麼 呃喔 是我們的文物 我們的寶物 然後一樣花錢可以刷新 然後課金 欸還蠻少的耶 然後抽取獎券 15000等於是150張 然後我們 2070可以買到45000 所以就450張 450張這裡是49一抽嘛對不對 所以450除以49 我們總共可以抽保底9次 可以拿到我們的超魔神兵種 我們只要一單可以拿9隻 這樣算香嘛 其實我也還看不出來 然後呢最後是魔神史 一樣1比100 那一樣耶 我覺得拿到魔神應該就是30顆 然後銀幣應該是最虧 除非到 除非你今天是超級大巴 不然的話應該都不太那麼的適合就對了 就這樣 目前就這樣 然後我們開啟好友 OK好然後我們再打一局 我們就結束今天 我們來看看 如果跟玩家玩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感覺好像也是韓國的比較多 對這個遊戲其實是在 在幹嘛 我先來拿一下 我先叫一下 我先叫一下 喔他叫中間耶 就感覺好像還是韓國會比較瘋 這類型的遊戲 他瘋超多的耶 真的韓國超瘋 所以我們現在選長星 能叫嘛也不能叫 叫的一定會死 然後我們也可以開局就先挖 然後強化升級一下 我是用強化石升級嘛對不對 然後我是用魔石去顧 然後對方直接叫喔 真的假的 你叫我就叫 我學你 我先叫一個魔石出來 這個是每秒獲得10秒獲得一顆 有打爆多10塊錢 然後我可以再叫一隻嗎 可以 但是沒得 欸有先合成 喔有啦有啦 隨機隨機隨機 他的超魔神是隨機的 超魔神也是隨機的 然後時間也是不管你 不是一回合一回合 是時間一直 時間一直衝一直衝一直衝 這種蠻適合在手機上 不然電腦版的話 那種都是一回合打過一回合 有一點太久 哎呀感謝 再來一個 然後我英雄傳說 總覺得好像撐不到哪裡去 而且他好像就沒有一關一關閒子 我等一下往上拉 看一下他能拉到多少 再升值一下 這扛得住嗎 感覺就不太行 對面是小小股 我這裡也是 小小股 靈魂股 反正是一樣的能力 然後人家有合成 召喚永遠只要30塊 真的假的 為什麼回合數加 他該不會有買月卡 欸對我沒看到月卡 對啊怎麼會突然加速 呃40 喔對方 我是不是該升級一下 再來 再來 哇 有BOSS 勇者登場 他這個時候還召喚 哈哈哈哈哈哈 欸還是說 雖然說這隻進去 但是算贏 算贏的話我就可以拿到東西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 就是會60塊 跟隔壁RMDICE一樣 哇直接衝進去 欸不行我覺得這個還是要靠凹 前期還是得凹 欸不過他的角色沒有像以前那麼ㄎㄧㄤ 沒有像LD剛開局那麼ㄎㄧㄤ 然後呢你 看廣告的話可以加倍兩次 然後是一樣有貢獻 不過這貢獻也太少了吧 喔他的上限是111回合 所以一樣吧 80 一樣下一隻困難模式 他故意111關耶 這不是111 11%的遊戲 哇這個遊戲很敢喔 這應該不是11%遊戲吧 我記得不是我記得不是 哇 好啦那這影片就趕到這裡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最後再來兩抽 我就不看廣告了 1 2 OK好啦那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1 2 1 2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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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